小雞幫他小雞幫他小雞幫 加油加油好棒喔 因為我喜歡游泳這件事情 然後更喜歡長泳 然後更喜歡海的不確定性的冒險 很勇敢耶 對啊 但是我覺得我左邊是教練 然後右邊是游泳健將 我覺得他們比較勇敢 他們願意陪我 真的很謝謝他們兩個 願意陪我圓夢這樣 加油喔 謝謝 你們從哪裡來 台北 台北 很勇敢的耶 因為他們想要游泳 然後就是剛好我在也是在台灣 就是比較算比較會游泳的 所以我就帶他們一起來 所以這些朋友是從哪裡來的 都不一樣 就美國啊都有 對 沒有游泳過 沒有 知道這個不容易嗎 我知道 知道 那你覺得說可能最大困難在哪個地方 就是那個浪吧 就是那個浪吧 就是我怕有一個浪環放牆 因為疫情 全程大約3200公尺 包括基隆市長謝國良 教育處長 民政處長 消防局長 警察局長 以及多位市議員 北關封管處長 還有台電協和八電廠等貴賓 都共同來為選手們加油 一起感受基隆的傷害魅力 海洋賽事活動 的確可以幫基隆帶來很多的人潮 但我們也希望 我們的朋友來的時候 我們周邊 可以有更多的配套 讓他在賽事前 中 後 都能夠讓他更享受到 基隆的一些食衣住行 也希望他們能多一些在地的消費 各團體注意啊 現在第一地人上永樂 已經要準備下來了 請各團體準備協備 一個大型海洋賽事活動 為基隆的經濟消費增添活力 而活動幕後 也有許多無名英雄 默默為這個活動安全盡心盡力 值得各界來鼓勵 除了大會人員 救難協會 警察 海巡等 還有向消防局 特別出動兩架無人機 將畫面回傳 幫助救難人員判斷 永客的狀況 來守護活動安全 記者黃正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記者黃正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